一个女孩在路边看到一只丑陋的猫正在祈求食物 她路过了,但走了几步又回头 接下来她的举动震惊了所有人 一辆汽车在路上飞驰而过 从扬声器中传出了Hitroja的音乐 女孩将脸靠在手上,朝窗外看着,边唱着歌 她的母亲带她去了她们的一个常规周六外出活动 这次她们只是去公园吃冰淇淋和看鸟 她母亲刚问了她一个问题 她正要从窗户里转过脸来回答她 当她眼角瞥见了一件事情 一块石头突然从无处飞来,飞过车顶 她看着石头的轨迹 注意到,她只差一点就击中了目标 目标是一只猫,猫吓得缩了一下 急忙躲开了石头 女孩转向另一扇窗户 看到了罪魁祸首 大约有五个孩子明显是聚集了石头来做这件事 她通过窗户尖叫着 这太残忍了,别再这样做了 她的母亲警告她不要再把头伸出窗外 但女孩为了那只猫感到非常难过 无法抵制责备那些孩子的冲动 孩子们转向她 其中一个女孩朝她扔了一块石头 幸运的是,她从一扇窗户飞进来 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 没有伤到她 车子经过时 她看到孩子们继续向猫扔石头 很多石头击中了猫 她能听到猫因石头造成的伤口 发出的痛苦呻吟声 她从后视镜中看到猫蜷缩在路边 似乎已经放弃了逃跑 女孩被怜悯之心所感动 不得不请求母亲停车 她疲惫不堪的母亲朱莉 起初不愿意 乔安娜 你不能拯救一切 但她不停地请求 他们在伤害那只猫 请妈妈让我帮忙 最终 她母亲同意停车 并让乔安娜下车去抓猫 乔安娜下了车 走回去 先给猫套上她的外套 以免她被吓到或攻击她 然后她把孩子们赶走 走开 别再打扰那只猫 她大声呼喊着 花了一些时间 试图让猫朝她走来 当猫看到乔安娜并不构成威胁时 最终爬进了她的怀里 允许她抱着她走向车子 在回家的路上 乔安娜想起了她第一次见到那只猫的情景 她清晰地记得当时那只猫 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镇上 当时她是一只漂亮的流浪猫 每个人都喜欢喂养和摸她 但没有人愿意把她带回家 猫享受着食物和宠爱 但她总是在街上 她在镇上度过了几个星期 直到史密斯夫妇决定收留她 史密斯夫妇是一对年迈的没有孩子的夫妇 尽管年纪大了 但仍然很活跃 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有传言说 他们已经去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把一半的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 并计划在他们离世时 把另一半财富捐给另一个慈善基金会 尽管有这些关于他们善良的传言 史密斯夫妇并不与很多人交朋友 他们大多数时间独自行动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 史密斯夫人经常一个人去吃晚餐 和参加鸡尾酒会 她随身带着她的猫 以及因她的艺术性和具有争议性的皮草大衣而闻名 据说男人们想和她在一起 女人们想成为她 因为每天早上都能看到 她在自己的异国花园里照料植物 同时保持优雅 而另一方面 她的丈夫对汽车情有独钟 她的收藏中拥有所有最昂贵和最时尚的汽车 史密斯夫妇富有而难以接近 尽管他们对人类不是很开放 但对动物很友好 他们养了金鱼 鹦鹉和蛇 史密斯夫人还有几只猫 他们也养了一只狗 因此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那只漂亮的流浪猫在街上漫步 没有人感到惊讶 史密斯夫妇决定收养她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高兴 因为他们喜欢看到这只漂亮的猫 史密斯夫人给这只猫取名为托比 这有些讽刺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只迫不猫 托比有白色的皮毛和蓝色的眼睛 它是镇上见过的最可爱的猫 人们看到有人收养她感到很难过 进入史密斯夫妇的房子后 人们永远无法确定 但镇上的人们可以争论说 托比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史密斯夫人像对待她的其他宠物一样 宠爱着这只猫 她会给它洗澡 为它最贵的猫食 让它睡在最豪华的猫床上 在被收养几周后 这只猫发光发亮 皮毛变得前所未有的柔软 但最重要的是 对于破步猫来说 它得到了它最渴望的东西 拥抱和爱抚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年 双方都从对方那里获得了最多的好处 而镇上的人们则感到 它们被剥夺了这只漂亮猫的存在感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直到那天晚上的火灾 那天晚上的火光明亮而正常 月亮提前出来了 星星们也在天空中闪烁 每个人都在家里吃饭 聊天或准备睡觉 乔安娜记得那个晚上 当她在床上时 她看到一道橙色的闪光 听到一声巨响 她吓得从床上滚下来 蜷缩在床底下 当她重新站起来时 透过窗户 她看到烟雾在空中升起 她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是什么引起了她 但是毫无疑问 有一座房子着火了 而且燃烧得很快 她跑下楼 看到她的母亲穿着睡袍 已经拿着外套 准备看看发生了什么 乔安娜想跟着去 但她母亲告诉她 留在家里并锁好门 她勉强同意 但坐在门边等待母亲回来 告诉她一切 不幸的是 她最终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混乱平息下来才醒来 然而 很多东西都随之而去 故事是 史密斯夫妇家发生了煤气泄漏 房子被烧毁了 只有一个生物幸存下来 但被严重烧伤 留下了终身的伤疤 那就是托比 火灾发生当晚 医护人员把她送到了兽医那里 直到她康复 他们正在考虑怎么处理她 但那只猫逃跑了 又一次回到了街头 经历了一年的爱和关怀 她再次适应街头生活时并不顺利 除了突然失去了自己认识的家庭之外 她的身体也遭受了很多伤害 然而 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意想不到的是 镇上的人们对这只猫开始不喜欢 他们开始随处称她为丑陋的脱比 有些人简直讨厌她的新样子 而其他人则确信她是带来厄运的 因为托比是唯一一个逃脱了大伙的 他们不仅不再喂她 甚至开始虐待托比 许多人如果托比挡住了他们的路 就会踢她 如果猫受伤了 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 在这段时间里 乔安娜和她的母亲 是唯一对她显示任何善意的人 如果朱莉不是有点迷信的话 他们本来早就收养了这只猫 她想知道这只猫是否真的带来了一些厄运 她尽力给猫喂食 但她就是拒绝收养她 直到那天晚上 乔安娜在车上哭着求她 不仅是因为哭声让她的耳朵受不了 她也非常心疼这只猫 她看到她被虐待了很多次 如果不是乔安娜当时下定决心 她可能会被迫自己回去 她对这只猫感到暗自高兴 也为她的女儿能有如此同情心 勇敢和坚强意志感到骄傲 当母女回到家时 朱莉让乔安娜给猫准备一个浴缸 她去买了一些猫食 乔安娜小心地把猫带下楼 她似乎太累了 甚至没有力气反抗 然后她去楼上给她洗澡 之后 她用毛巾包裹着脱笔 让她吃了一些猫食 猫在吃东西时睡着了 乔安娜知道这一定是因为 她在街头所经历的一切 她希望自己早点说服母亲收养她 她坐在猫旁边等她睡觉 当她醒来时 她已经不见了 她四处寻找 直到几个小时后 才找到她 蜷缩在一个柜子里 她松了一口气 把她抱到母亲准备的临时床上 尽管脱笔猫 以喜欢身体接触而闻名 但脱笔起初有些害羞 远离了乔安娜和她的母亲 然而 他们理解 因为他们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他们继续喂养 甚至给她买了一些猫玩具 毛线球很快成为她的最爱 她会拖着毛线球在屋子里到处乱窜 乔安娜并不介意 只要这意味着脱笔正在好转 一天早上 乔安娜正在烤面包时 感觉到有柔软的东西 在她的腿上蹭来蹭去 当她低头看时 她看到是脱笔 她非常兴奋 因为这意味着脱笔终于开始 对她敞开心扉 从那时起 情况只变得更好 到了那周末 脱笔已经紧紧地依偎在乔安娜身边 跟着她到处走 甚至在女孩睡觉时 也会蜷缩在床脚边 想象一下 当乔安娜一天早上醒来 发现空无一人的床时 她的恐惧是什么样子 脱笔既不在她的房间里 也不在她的小角落里 乔安娜到处大声呼喊 寻找她 但没有听到一点声音 然后她看到了散开的毛线 脱笔最喜欢的玩具 从厨房一直拖到前门口 不知何故 猫溜了出去 她走到外面 却找不到猫的踪迹 街上也一场安静 就像经历了一些可怕的混乱后 常常会变得安静一样 她喊道 脱笔 脱笔 你在哪里 没有回应 她开始沿着道路走 检查树下和最不可能的地方 她回到家 哭了起来 她简直无法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 她已经和这只猫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 突然间她就消失了 她非常担心她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脱笔经常害怕其他人 所以她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跑掉 她坐在餐桌旁 有时起身来回踱步 直到她母亲到达 妈妈 我找不到脱笔了 她说 今天早上我醒来时 她不见了 但我看到她的毛线拖到了前门口 所以我认为她可能已经出去了 我很伤心 也很担心脱笔会发生什么 她说完又再次崩溃了 朱莉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沮丧 要求乔安娜冷静下来 先吃点东西 然后再出去继续寻找 乔安娜勉强吃了点沙拉 几乎没法咽下去 她母亲拿了些纸张 一些记号笔和口香糖 她们制作了贴着脱笔照片的寻找启示 然后出门开始张贴 她们问遍了能找到的每个人 但很多人都态度恶劣 但孩子们是个例外 孩子们看着对方笑了笑 然后跑开了 乔安娜注意到 她们是几天前她曾阻止伤害猫的同一群孩子 她想追过去 问问她们是否知道什么 但她集中精力采用了更文明的方法 太阳开始落山 她们一无所获 贴完了所有的启示 但没有一个人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脱笔仍然不见踪影 母女俩沮丧地步行回家 当她们听到一声喵喵声时 她们的心跳着希望 停了下来 她们试图弄清楚 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但找不到 然后 她们又听到了一声 她们开始原路返回 直到乔安娜指着上方的某屋喊道 看 在树顶上 托笔正在那里 当乔安娜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时 她的心仿佛被抓紧了 托笔不可能自己爬到那里去 肯定是有人把她放在那里 她正要开始爬树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那些之前遇到的孩子们正在那里 满腔的淘气笑声 她立刻意识到 她们就是罪魁祸首 她的母亲已经回家拿了梯子 所以她有时间准备好了 她准备训斥那些孩子 你们就是把她放在树上的人 对吧 孩子们只是更大声地笑 她问道 如果有人对你们这样做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 或者如果有人叫你们丑陋 扔石头伤害你们 你们会怎么想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 她们沉默了 然后她们的目光落在地上 托比有没有对你们做错什么 我相信她没有 然而 你们却叫她丑陋的托比 试图伤害她 即使现在你们还把她放在树上 知道她可能会摔下来受伤 那太不友善了 不友善的人往往会遭遇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们最好改变自己的方式 否则就做好准备 她的话触动了她们的内心 她们意识到 她们对这只已经经历了 那么多苦难的可怜猫是多么可怕 她们低着头慢慢地走开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回来 做了最惊人的事情 向乔安娜和猫道歉 乔安娜接受了她们的道歉 并要求她们保证 永远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她们都答应了 甚至还羞涩地对着猫微笑 朱莉带着梯子回来了 她们终于能把托比从树上救下来了 母女俩都很高兴和宽慰地把猫带回家 她们回到家时也充满了喜悦 因为她们知道 孩子们不会再对她残忍了 从那时起 镇上的人对托比更加友善 孩子们经常在乔安娜家门外 留下一些零食给她 那是一次过山车般的经历 也是一次关于勇敢 善良和同情心的伟大教训 乔安娜成功地拯救了这只猫 免于终身的苦难